这是斯克鲁人最强大的技能 只看一眼就能变得和人类一模一样 然后再把人类绑在心智传输器上 接着将手按在男人脑门 几秒钟后 他就掌握了男人的全部心智 靠这种办法 斯克鲁人已经窃取了几百名人类的心智 而他们这么干的目的 就是秘密入侵地球 这就是刚刚上线的漫威超英剧秘密入侵 神盾剧局长老服强势回归 全力的游戏龙妈出演女主 还有更多超级英雄惊喜客串 你可以不相信漫威的电影 但漫威的剧还是不错的 深夜罗斯探员接到同事召唤 男人神色慌张的说 他发现斯克鲁人正在世界各地制造恐怖袭击 似乎想要入侵地球 但罗斯却说恐袭的事多了 他需要的是证据 男人当然有证据 他拿出一盘磁带 说这里面的事比任何事都刺激 可罗斯接过磁带 却说他会回局里把这个交给老服 听了这话 男人瞬间变脸 一把抱住了罗斯 而下一秒 他就被打死了 离开这里后 罗斯发现自己被跟踪了 他撒腿就跑 但追他的男人却挤根不舍 两人一口气跑到楼顶 罗斯一不小心摔了下去 这时来支援罗斯的希尔特工赶到 追罗斯的男人只能现出了原形 原来他是斯克鲁人塔洛斯 而已经摔死的罗斯竟然也是斯克鲁人 塔洛斯对希尔说 他是他们那边的 他们要入侵了 为了抵抗斯克鲁人的入侵 在太空执行任务的老服被紧急召唤了回来 如今的老服没有了当年的气势 推脚也不攒利索了 不过他是最了解斯克鲁人的人 而另一边 斯克鲁人的老大已经下达了命令 明天下午势必夺下地球